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守护健康频道 这期视频我想跟大家分享有关中风的症状与急救 希望视频前的每一位都能掌握中风的急救口诀 FAST, F-A-S-T 如果记住英文比较困难的话 建议记住,联手缩快 并以此来观察一切突发的症状 首先我们要对中风有一个总的了解 中风是由于大脑的某一部分的血液供应中断或减少引起的 那么这种血液供应中断和减少呢 可能是由于血管的阻塞 也可能是由于血管破裂出血 所以中风有两种阻塞引起的曲血性中风 或者是血管破裂的初血性中风 美国现象协会报告 8%的中风属于缺血性中风 13%的中风属于初血性中风 中风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因为老血伤所引起的后遗症 例如偏瘫 说话和理解语言困难 协调性受损害 或者是认知障碍等等 症状的严重程度呢 是与受伤的部位和程度有关的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立即的 这个思别中风的症状 立即就医 争取三小时的黄金时间 就有可能得到血栓溶解剂 或者是动物取酸素等等 有效果最佳的治疗 最大程度的减少中风的长期影响 并提高康复的机会 所以中风的治疗能不能成功 在于我们是否能够识别中风的症状 并且立即就医 那么中风都有哪些症状呢 归纳起来有五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突然失去平衡 感觉到头昏不态不稳 可能还会被绊倒 第二个方面是突然出现单眼或双眼的 视力障碍 视力模糊 或者有肤视 就是看一个物体 看成两个 甚至还会有失明 第三个方面是突然的讲话困难 或者是讲话含糊 或者还会意识不清难以理解别人的话语 第四个方面是突然感觉到单侧面部 手臂或者是腿不麻木 甚至没有力气或者瘫痪 嘴角呢 向一边歪斜 那么第五个方面也是突然这个剧烈头疼 伴有某凸 头晕或者意识状态的改变 大家注意到这所有的这种症状呢 我都讲了突然 这就是它症状的一个特点 有突然性 那么第二个特点呢 如果涉及到运动神经的症状的话呢 它一般是一侧的受伤 那么如果发现中风的症状的时候呢 即使这些症状啊 是来来去去 或者一下又变成没有了 都不能掉以轻心 要立即寻求医治 因为这有可能是 暂时性的血管缺血的症状 那通俗的话语来说嘛 就是小中风 那么如果不立即就诊的话 大中风就会接种而来 为了使民众尽快掌握识别中风症状 美国心脏协会推荐 使用新西纳提 怨前中风评估口诀 FAST 一程连手缩快 FAST的第一个字母是F 表示Face 脸部 要求患者微笑 看脸部和嘴角一侧是否下垂 FAST的第二个字母是A 表示Arm 手臂 要求患者举起双臂 看是否有一只手臂抬不起来 FAST的第三个字母是S 表示Speech 说话 要求患者重复一句简单的话 听说话是否含糊不清 FAST的第四个字母是T Time 时间 我呢在中文的口诀里 译成快 整个表示以下的行动要快 如果你观察到任何一项或多项体征 立即记录下发生的时间 并立即拨打911或当地的急救电话 寻求紧急医疗救助 总的来说一定要快 这是分秒必争的事情 千万不要观察等待 中风拖的时间越长 毛损伤和残障可能性就越大 在这里我再次强调要拨打911或当地的急救电话 因为除了救护车行走畅通无阻以外 急救人员会马上给你指导 并跟踪病情的变化 还立即与具有老中风急救团队和设备的急诊部门联系 做好准备 换句话说 不是每一个医院都有老中风的急救团队和设备的 那么如果您和疑似中风的患者在一起呢 在等待急救车到来的时候呢 要帮助患者安静下来 在安全的地方坐下躺下安静休息 因为病人常常会有跌倒的可能 要仔细观察注意血压脉搏呼吸的情况 并随时与急救人员联系 总的来说 对于这些突发的事件 我们不要试图否认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要采取急救措施 另外平时我们要做好应急的工作 准备好病人的体检 把自己的病史记录好 对中老年来说 一定要让自己的成年子女 也清楚地了解你的身体状况 特别是在如何治疗中风的时候 患者的清楚地病史起着关键的作用 但是经过几十年的护理经验 我还了解到特别是 推休后的经济情况和医疗保险的选择不当 束缚了很多老年人的手脚 以至他们决定不做体检 有急症也不叫救护车 再次我特别推荐在美国的中老年朋友 上网免费去听听小孙班长的退休课 对你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请您点赞订阅并分享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和建议 请您在留言区留言 我会注意并及时回复 下期视频我准备谈谈高学压 请您不要错过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